行政研費建築通過的公共天使法 部分條文的修正錯 在到重點的內容 就出席基礎的當研究廷 有救醫院政府和經費的傷害 同時要恰恰的公司動資研究 和由董幹事現任通過的標準 人外包含下個天使台 電出權頻通和有關這頻通 三下內都會真實的法治法 今年就是剛剛行政院通過了修法的草案 今年13年共共天使法總算的修法 兩個修法的內容囚報含了 共共天使條一拜改出 當年古廷的救助人家的經費案件 所以通過國康台下的期待 共共天使為發揮韓下的專案 持續改空間 共共天使的預算上限 就從1998年的12億 就逐年降低 連續三年之後就鎖定在9億 所以每年公共電視的法定的 捐贈預算只有9億 那這個問題當然也限制了 公共電視的發展 共識重啟數度 為頭盤利解作權頻通 包含下個天使台 和由國際傳播頻通了到 調校都會用採救的方式來盤 方言預知不清楚 初生進入問題是不那麼清新 兩拜數法沒民口法治法 兩拜走得轉換轉用 來維持作權頻通的履歷心 所以如果能夠透過回歸公式基金會 作為一個法治化的處理 把經費都由公式基金會 一起來加以處理 同時又保障族群的主體性跟自主性 那我想這樣子對於多元族群的服務的長遠發展 應該是比較容易得到一個支持 學衛費到文法圖 今天今天開始有討論 接著共識的影響 在微動VC營視的問題 本台的通音 即使VC才共同電視的燃製 我想接下來再考慮 我們很開心的 編度以為一個完整的頻道 專屬的頻道的公共電視來經營的話 我們會不會在這種 政府會表演的行程 也會說你每年會做目標的事情 那當然在規劃上面 也可以做比較長期的規劃 那現前共識董事會 是九八人的選擇出來 從事董事會重啟感受 沒有辦法問題經營 台北修法中年本都感受年限 是警告參差委員會 四股三股議所同時的票準 受制作三股引股 同時每將共識董事人所挑戰 做十一度是五三人 也有人提出三分之二的門檻 或者有人主張維持現況 經過大家討論以後認為 以臺灣社會的情況來講 可能三分之二是相對來講 比較容易解決難產的問題 但又能夠得到朝野共識的一個做法 這次受制條文總擁有十七條 包括媒體改革團體的意見 韓國共識董事會 受法建議 文法普 賣到三十兩億兩批 將受制作案送年立法展十五億 希望這日會期 做得順序三圖通過 再次我們期中準 千明日一頭一杯報頭